大家好,我是Blog的金奇 本期节目是红米K30 4G版的评测 虽然红米同期发布了5G版本 但是它要到明年1月份才开始发售 所以我们目前能买到的全部都是基于骁龙730G的4G版本 虽然它的配置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但是最核心的两个参数 120Hz的刷新的LCD屏幕 以及索尼最新的6400万MX686传感器都得到了保留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外观 这次K30最值得吐槽的就是这个投币机的设计 不管我如何努力地说服自己 这个设计还是让我觉得很不和谐 但是从整体来看 K30外观的精细度相比红米和同价位的其他机型 有了很大的提升 比如中框到背面的过渡衔接非常自然 这标志着中框和后盖玻璃两个配件 装配和制造工艺的进步 后盖是一块四启面玻璃 两年之前这还是旗舰级的工艺 从外观上来说 除了屏幕四周的塑料台阶略显掉价之外 红米K30整个的档次感提升了一大截 因为它是LCD 所以没有办法上屏幕下指纹 而是采用了一颗电容式的侧面指纹 指纹和电源键二合一 侧面指纹的始祖索尼也曾经做到过这一点 但索尼一直没有能够把厚度降下来 因为这种二合一模组 对于侧面的结构强度要求非常高 很难过跌落测试 这就是之前的国产手机 用了侧面指纹还要有一颗独立电源键的原因 从目前来看 结构强度的问题应该基本解决了 那我加个定义 千元机的侧面指纹终于成熟了 但实际用起来 侧面指纹还是不方便 经常需要拿起手机才能解锁 同时因为解锁的面积过小 它的识别率也很成问题 我个人不太能接受 只能用2G的人脸识别来代替指纹解锁 接下来是打孔屏 我实话实说 这种不对称的配置挺丑的 而且打孔屏不只是丑 这块深超的LCD屏幕 背光从下往上 遇到摄像头的时候 背光被阻隔 孔的周围就会形成黑色的光晕 这个问题比较轻微 但我还是觉得很不爽 同时这块屏幕的背光本身也存在问题 屏幕最下方的背光发射区 可以明显看到光线的不均匀 当然考虑到它的价格 也没必要计较这么多 下面说一下 这个屏幕最重要的参数 120Hz的高刷新 在发布会上看到的时候 我是真的要吹爆 1500加位 居然上了一块LCD120Hz刷新的屏幕 但实际用起来的时候 其实没这么爽 因为LCD的特质 导致它有比较明显的脱颖 这在很大程度上 抵消了高刷新带来的流畅性优势 从实际的观感来看 我觉得它不如90Hz的三星OLED屏幕 同时MIUI11对于高刷新的优化也不是很好 在多任务切换等环节 有肉眼可以察觉的掉针 而像大米评测它们更是发现 打开了高刷新的开关 依然在一些场景会被强制压缩到60Hz 这种切换非常的滞胀 而且摸不着什么规律 所以说K30的这块屏幕 当然要比千元机好得多 但它不足以形成一个惊喜 我只能说发布会拉的用户预期太高了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而且现在已经是冬天 气温越低 液晶分子响应越慢 脱颖的现象就越严重 如果在我心里做个排序 那就是90Hz的三星屏幕 体验要好于这一块 但它们都比普通的60Hz屏幕要好得多 K30 4G版配备了高通骁龙730G GPU的提升比较大 相比上一代的710有30%以上的提升 但是CPU的部分完全就是在挤压高 只有两颗大核 频率也很低 只有2.2级赫资 从实际的使用情况来看 730G倒不至于构成性能的瓶颈 王者荣耀画质帧率全部拉到最高 依然能稳住60帧 和平精英被MIUI限制在50帧 我通过各种方法都没能破解 不过整个表现倒是非常稳定 游戏都能稳定到60帧以上 为什么日常使用还会卡顿呢 只能说MIUI这次真的太猜了 除了游戏之外 我还测试了日常使用的几个APP 比如我最喜欢的 C微博客户端的帧率 在80到120之间 微博官方客户端在90帧左右 MIUI自己的桌面滑动100帧左右 所以大部分的软件 其实并不需要针对高刷新屏幕 重新开发适配 它们可以自适应 下面是相机的部分 红米K30首发了索尼最新的 6400万MX686传感器 我们直接进入样张对比 参与测试的其他两款机型 分别是小米9和荣耀V30 Pro 荣耀这一台加入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看一下MX686 和RYYB传感器之间的对比 以及红米荣耀这两个品牌之间的算法差距 不代表这两款机器有其他的可比性 同时因为它们的相机硬件完全不同 ISO和快门数值也完全不具有可对比性 在白天的全自动模式下 K30的发挥非常稳定 跟上一代的旗舰小米9相比 在同一水平线上 颜色和白平衡的表现都非常好 而作为对比机的荣耀V30 Pro 整体的水平是差不多的 但因为它的传感器是RYYB 所以整体画面都会发率 这也算是一种循环了 因为以前的小米相机团队觉得画面发率是个好现象 没想到现在华为绿的比它们还厉害 不过广角单的测试就比较搞笑了 荣耀不光光是有整体发率的问题 它的广角单居然只有两头有 可能因为这个传感器就是这个比例 而红米K30的广角是正常的四面广角 在一些大广比的场景之下 红米K30也达到甚至超过了小米9 跟荣耀V30 Pro打得有来有回 但是在噪点控制和锐化控制上 红米K30就不如荣耀了 有的时候K30解析力确实要更好一些 但从人眼的角度来看 荣耀的照片要更加好看 这就是华为的算法对红软这样第三方算法的胜利 进入到夜景环节 荣耀更是以绝对的优势领先 我们先以自动模式拍一张 对比之下一眼就能看出来差距 这是传感器和算法的双重胜利 荣耀V30的自动模式比小米的超夜模式还要强 但是打开了超夜模式之后 荣耀出现了剧烈的翻车 它的画面亮度出现了不正常的高 而且还各种偏色 在有光源的环境之下 还会出现明显的过曝 给人强烈的虚假感 红米K30的超夜就正常多了 翻译成人话就是 荣耀的超级夜景 不要打开 还不如它的全自动模式 前置摄像头就不说了 因为我是一个直男 K30的相机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 它的表现已经超过了小米9 虽然抢先首发了MX686 但是整个调教是很用心的 绝对有2500元级的水平 这不太像小米 我们依然需要指出 红米K30一共有三个凑数的摄像头 除了做噱头当摆设 它们起不了什么作用 你一定要说它们能做景深探测 我也不能说你错 就好像安利的保健品一样 天天吃维生素保证身体健康 是非常正确 但是愚蠢的废话 从厂商的角度来说 这些200万的凑数摄像头 可以消化以前的库存 提供营销商的噱头 不用花力气教育消费者 因为普通人的观点 都是摄像头越多越牛逼嘛 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讲 徒增售价 总结一下 在1500元档位 红米K30是一款无敌的产品 厂商们过去在设计千元机的时候 除了少数的几个卖点之外 都会进行全面阉割 但是红米K30告诉我们 千元机并不需要取舍 也可以到中上游的水平 它有着非常不错的外观设计和制造工艺 屏幕虽然没有参数那么激动人心 但是相比过去的千元机 提升非常明显 相机部分更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 凑数摄像头虽然多达三个 但是主摄的表现非常稳定 调校成熟的不像是一款小米的新机 它还有一块足够大的电池 直接从小米9下放的27瓦电荷泵快充 全功能的NFC 红外遥控 2x2的WiFi天线 极为先进的3.5mm机孔 手机还支持TF卡扩展 所以它的短板甚至比一些855的机型还要少 吊打了同价位所有对手 最后它还解决了小米手机最大的缺点 耍猴 小米官网和其他的电商渠道 居然实现了24小时现货发售 所以竞争对手们完全被摁在地上摩擦 尤其是荣耀 它们下一代的兑现产品 恐怕都没有这个竞争力 如果你要问我自己买不买 我只能说我不会买 我选择加700上realme X2 Pro 因为我无法忍受700元牺牲的性能 三星90赫兹的OLED 以及正面的光学指纹 但是很多人的钱包里 可能真的只有1599 所以K30几乎是它们唯一的选择 除非信仰不允许购买小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